经过这几天的调养 魏无羡的脸色慢慢红润有光泽 发病率也慢慢减少 只是自然浑身无力 整天躺在床上病艳艳的 这天 司追和景仪来看她 魏前辈 你身体怎么样了 司追一脸担忧地问道 从清禾回来后 韩光君就整日把自己关在静时 不出去 也不许人进来 所以司追他们也不知道魏无羡的状况 司追 我没事了 魏前辈 魏前辈 你好了吗 我还等着你教我画符 带我们去夜列呢 景仪一脸兴奋地道 完全没看到 在一旁书案前看书的蓝忘机 一脸杀气的眼神 嗯 好 你找几张空白符纸来 我教你们画符 景仪 司追 魏英累了 你们退下吧 蓝战魏无羡嘟着嘴 一脸的不高兴 韩光君 韩光君为前辈要教我们画符呢 等等景仪完全没看蓝忘机 那快要吃人的目光 作死道 景仪 家规一千遍 好 啊 什么景仪半天没反应过来 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司追轻轻推了推景仪 韩光君 我 两千遍蓝忘机不容置疑的声音传来 韩光君 我错了 我这就走 这就走拉着司追飞快地奔出近视 蓝战干嘛对他们那么严厉 他们还小魏无羡摸了摸鼻子 低声道 魏英 你累了 该休息了我才不能给他们来抢走我的魏英的机会 两千遍家规 够他们安分好久了 蓝忘机腹黑地想到 松风水月 蓝忘机跪在门口 烈日炎炎 汗水滴滴落下 蓝忘机也浑然不觉 忘机 你可知错 蓝起人双手赋于身后 看着面前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得意弟子 忘机不知何错之有 蓝起人气得身子颤了颤 一口老血 置在猴头不上不下 求叔父成全 我与魏英两情相悦 求叔父让我与魏英结为道吕 扑 蓝起人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叔父 叔父 蓝忘机和蓝西沉其声道 忘机 你不但结交歪门邪道 还把他带回云身 更要与他结为道吕 你置我与何地 置蓝是与何地 魏英不是歪门邪道 你想气死我吗 蓝起人按着胸口闷声道 求叔父成全蓝忘机 攻身一败 求叔父成全忘机 蓝西沉也跪倒在地 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了 如若此事不成 自己和蓝氏将彻底失去忘机 你 你们 求叔父成全蓝忘机 和蓝西沉又是一败 忘机 你真是不知悔改 来人啊 把蓝忘机带到戒律堂 罚戒便三百 叔父 蓝西沉颤声道 三百戒鞭 不是要忘机的命吗 当年忘机为魏公子 忤逆三十三位长老 被罚三十三道戒鞭 便让忘机三年昏迷不醒 重伤难行 自己现在都还记得 忘机那满被皮肉翻卷 满身的碎肉 昏迷不醒 还一直叫着魏公子名字时候 现在想起来 仍是心痛不已 多谢叔父蓝忘机站起身 向戒律堂走去 忘机蓝西沉闭了闭眼 竟是 魏无羡昏昏沉沉地醒来 哑着嗓子道蓝湛 蓝湛 蓝湛去哪了 自从回到云深不知处 蓝忘机从没离开过自己身边 不管醒着还是睡着 一睁眼 一转头 第一个看到的总是蓝忘机 可今天 魏无羡正思索着 却听到门外景仪的声音 直接景仪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魏前辈 魏前辈 你快救救韩光君 蓝湛 蓝湛怎么魏无羡心突然提到嗓子口 景仪 你慢慢说 蓝湛怎么了 魏无羡此刻再也淡定不下去 撑手 想从踏上下来 却全身无力 手一软 从踏上跌落下来 先生 是先生 要罚韩光君三百戒边景仪上气不接下气的的道 魏无羡呼吸一致 像被人掐住喉咙 喘不上起来 浑身静攣 那全身像被针扎的感觉又来了 景仪 快 快 带我去戒律堂魏无羡强忍着快要昏倒的冲动道 是 魏前辈 自从蓝忘机找到魏无羡的那天起 就没让魏无羡下过地 现在魏无羡一直起身 就双腿发软 眼前一黑 再次跌落在地上 要不是还记挂着蓝忘机 魏无羡可能就此昏死过去 强忍着全身的疼痛 再次直起身 景仪连忙扶住魏无羡 魏无羡几乎半个身子已在景仪身上 一步步向戒律堂走去 此时的魏无羡脸色惨白 牙关紧闭 汗水湿透了整个衣服 像从水里被捞起来一样 身体的疼痛让他不自觉地想拱起身子 近在咫尺的距离 却让魏无羡走出了远在天边的感觉 蓝 蓝湛 你等我 不管 是天堂 还 还是 地狱 我都陪你 魏无羡感觉自己快要窒息 一阵阵晕眩 到了 戒律堂就在眼前了 蓝湛 入目皆是一片鲜红 蓝忘机整个背上皮肉翻卷 鲜血淋漓 衣服被打碎了 跟血肉混合在一起 可那人还是挺直着要背 不卑不亢 松开景仪的手 魏无羡跌落在地 短短的几步 对魏无羡来说是那么难 双手撑在地上 一寸寸向他的蓝栈爬过去 魏英 蓝忘机的眼睛红得快低血一般 这带有道次的戒边加身 蓝忘机不曾惶恐过 可是看到魏英的那一秒 蓝忘机感觉心痛得快要死掉 近了 近了 就快到他身边了 魏无羡挣扎着蓝忘机的身边爬过去 魏英 魏英 你回去 快回去蓝忘机低声嘶吼着 终于 魏无羡爬到了蓝忘机身边 撑着最后一口气 挺起身体 跪在蓝起人面前 先生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了蓝栈 你要罚就罚我吧 不 叔父 不管魏英的事 是我先动了心 是我逼他跟我在一起 是我 话未说完背上就被贴上了一张定身符 先生 接下来的惩罚由魏英来承受 如果 如果 魏英还有命在的话 望先生成全 不 魏英 不要 我求你了 别对我那么残忍蓝忘机嘴角溢出血丝 奈何身子却不能动弹 蓝起人气的身子直颤好 就依你 剩下的一百六十戒边 就由你来受 叔父不可 蓝西尘 跪在蓝起人面前颤声道 西尘 你闭嘴 再求情刑罚翻倍 叔父 叔父 不可 魏英身子本就不好 求叔父 放过魏英蓝忘机 想强行冲破符咒 可魏英下的符咒 又岂是自己能破的 一口鲜血又喷涌而出 打蓝起人一声令下 戒边一道道 打在魏无羡的背上 或许是因为本就被疼痛折磨两久 这戒边打在身上 反而没那么痛了 周围的蓝氏子弟 看着这一切 无一不动容 丝锥冲上前 想替魏无羡挨戒边 却被蓝起人下令拖走 献哥哥 献哥哥 撕追的泪模糊了视线 锦衣在一旁下的一愣一愣的 突然后悔 自己去静视找了魏前辈 跪坐在地上气不成声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一百零一 魏无羡默默地数着 不能倒下去 不能倒下去 这一倒 他和蓝湛便在没有未来 一百三十六 魏无羡感觉 这身体已不是自己的了 惨白的脸上 已没有一丝血色 快了 快了 突然背上一暖 一阵淡淡的弹香味袭来 这小骨板 还是破了自己的符咒 罢了 眼皮一沉 跌倒在那人怀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